Python是一個不需要學的程序 不管會不會 來就對了 小學生都學得會 我們將會邀請到Pycom的創始元老來講鼓 或是邀請志工講者來這邊跟我們分享學習 或是工作中使用Python的有趣故事 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拍起來 有點緊張 這今天其實是我們第一集第一次有來賓 而且我們還有觀眾 對還有觀眾 好 那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四貓 因應今年台灣Pycom十周年所做的新嘗試 在本集節目中 我們邀請到台灣Pycom的創始人之一YYC 來跟大家聊聊十年前創立第一屆 Pycom台灣會議的心路歷程 那我們現在就請YYC自我介紹 謝謝四貓還有Pycom台灣志工的邀請 我是YYC 我的本職學能是一個機械工程師 我本來做的是計算流體力學 不過現在是在做半導體方面的計算機 和軟體 是寫程式的 那服務的公司是Synopsys 新思科技公司 那分類上的話像我這樣子的職能 算是計算科學家 computational scientist 好 那我們工作的內容就是在解決 用電腦來做的科學或工程問題 我們跟一般寫的軟體不一樣 好 我們不是專門探究電腦本身 或是資訊本身的問題 我們處理的永遠是電腦EY的問題 所以不是computational science 是computational science 那你一開始為什麼會開始接觸到Python呢 這個蠻有意思的 我們一開始其實在做一些流體力學的時候 我也用過一些套裝軟體 那這些套裝軟體 有些裡面就是用Python 那是2000年左右的時候相當早 那我有個很深的印象 我就看著manual 我是看著軟體的manual 我就會用了 我沒有學 我們那邊使用這個套裝軟體的人 也沒有去找書或文件 所以它是個非常簡單的東西 有那麼簡單嗎 我也看過manual 不要騙我 我有看過 因為你看的manual 不是軟體的manual 而是Python的manual 可以說科學簡化了程式語言 原來如此 那我有看 我之前有聽說 你也有在做一些筛派相關的東西 對 其實我這兩年 我之前也在交通大學兼課 就在講 整理我大概這十幾年 在做這些科學計算 或是數值計算的一些軟體開發 那希望能夠讓更多對科學計算 或工程計算有興趣的人 能夠了解怎麼樣能夠有效率 還有效果來做這些計算軟體 那與之相配合的就是 一些科學計算的社群發展 我們有一個一些人 然後我們組成一個叫sidewalk的小團體 找一些程式來寫 那你可以多說一下 像這些科學計算 就是跟Python上面 有沒有什麼的關聯 其實Python最早在發展的時候 大概是93到95年左右吧 有蠻多在美國的國家實驗室裡面 寫程式的人 他們就覺得Fortran太老了 C++不好用 所以他們其實就做混合式的結構 把Python做在它的high level的地方 那底層可能還是Fortran 或是一些C或是C++ 把它配合起來做 那是很成功的 好像很有名的一位Python大師的 David Beasley 他就是大概第一個 開始做這種wrapping tool 做swick的人 那就是他在National Lab的時期 開始做的 所以可以說 Python跟科學計算社群的 源源非常非常的深 那其實YYC在台灣的Python社群 就是也是資深的元老級的人物 所以我們今天還要跟YYC聊一下 就是台灣的Python年會 也就是PyCon台灣是怎麼樣籌劃出來 裡面可以說有非常多的學問 那首先我們想要請YYC來幫我們解惑一下說 PyCon是個什麼樣性質的研討會 PyCon如果從最早的PyCon開始算起的話 那是大概在2003年開始的 不過最早的Python Conference不是PyCon 哦 這個我當時不知道 對是EuroPython 我們要記得Python的爸爸其實是荷蘭人嘛 嗯 不然當然開始有辦活動的時候 就是研討會活動的時候 他好像已經搬到美國去了 哦 但是EuroPython好像仍然到現在 還是最大群的Python Conference 它是在2002年就開始辦 PyCon其實2003年才開始辦的 他們不管是哪一個都很早期 其實人數都很少 200多個人而已 就是在開發Python的人 或者是那時候很早期在用Python的人 他們聚在一起研究要怎麼樣 繼續把程式寫下去 嗯 所以是一個非常具體的 城市開發的技術討論會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在台灣就是辦PyCon呢 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台灣沒有PyCon嘛 不過沒有PyCon也有很多別的事情可以做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我在2008年2010年的時候去過美國的PyCon 各去過一次 我非常感動 因為我其實更早之前我就解了Python 我覺得它很好很方便 但是用的人非常少 那不像現在都已經進入課綱了 大家都知道可以寫 那個時候看到一個看起來像蛇的東西 感覺很奇怪 尤其那時候的Python的logo真的是條蛇 不像現在好像不是蛇了 還是看得出來兩個顏色的蛇 對對 所以它非常不受歡迎可以這樣講 好 大家都在寫Java 所以我去到尤其是2008年 我去到PyCon我發現哇 在這個飯店裡面 北美的這種康夫人通常辦在飯店裡面 飯店裡面有一千個人 他們真的會說Python 哦 講的話當然是英文啦 但是內容全部都是跟Python有關的 那感覺非常的放鬆 也非常的興奮 那我去了兩次嘛 第二次我也給了一個talk 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當我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一定要把它再帶回來 因為從台灣去美國好遠哦 應該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好遠哦 就算我們可以去 我們也覺得好累 如果能在台灣 有這樣子讓大家可以享受技術的場合 那非常好 對 那剛才YY是有說到一個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點就是 其實像台灣也是有很多不同的conference 包括像是討論開放原始碼 就是非常有名的Cost Cup開源人年會 那像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Python的conference 其實人數每年還是持續的在成長 那我聽說就是PyCon其實跟其他研討會有一點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他有一個特殊的文化 就是不知道可以請YYC分享一下就是PyCon的文化還有核心價值的部分嗎 是 因為最早可以說北美或是歐洲的PyCon 它其實就是開發Python的人的聚會 所以它是有一個很很清楚的技術核心 就是Python這個程式語言以及它的程式庫它的應用 所以這個conference當然它其實就是繼承了這個語言社群的性格 那我們都知道很有名的Gridor von Russell 他號稱BDFL Benevolent Dictator for Life 那什麼都要聽他的 不過之所以Benevolent就是因為他其實不大會去干涉別人的意見 或者是想法 可是當有一些需要裁斷的時候 他會說好到此為止 或者做決定A或是B 然後就不講話了 大家就不講話了 這是非常務實的事情 這既尊重了每一位發表意見的人或是每一個人的想法 他同時也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我們有目標要達成 這個時候我們就應該要切斷 開始做下去 就算錯了也是之後再回來修 所以conference也會有這樣的性格 那個Mainless的上面大概在幾年前 Gridor有寫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那剛好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爭執了 那是什麼樣什麼樣的爭執 一些語言發展上面的爭執 細節比較不重要 那寫了大概一兩百封信吧 然後Gridor就說 大家也不用再講了 像這樣子的事情 It should be in a resounding silence 這個無音繞樑啊 這個很好 不是說不同意見的人不能表達了很多了以後 那我們就停下來 我知道Pycon 還有個特別的文化就是Everybody pay YYC可以分享一下這個Pycon 特殊的文化嗎 它的來由是什麼 老實說 我不能確定 不過我覺得它很好 這是 Jesse Nola吧 應該是他在2010年還是2011年寫的一篇文章 他提到這件事情 他說Pycon一直都是每個參加的人都會付錢的 就大家做cost sharing 場地啦 食物等等的錢 參加就付錢嘛 大家吃吃喝喝 寫成是很快樂 除了有一些受邀的講者 我覺得這很有道理 譬如說我今天邀請了四貓 來Pycon 然後要他付錢 這個好奇怪 那我幹嘛還邀請 人呢 所以邀請的 就不會要他付錢了 所以在台灣做的時候 我們也是這樣做 因為有道理的事情我們就做嘛 好比派上是一個方便的程式語言 我們就拿來寫 那運作也不錯 這個他當然又好有壞啦 畢竟是錢嘛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餘裕 去付這個研討會的費用 但是他是可以很清楚的 讓人知道來參加這個場合 大家是來分享的 我們也不會特別對誰 有很不一樣的對待 嗯 就是在這邊也跟聽眾朋友 分享一下 Pycon就是我們也有財務補助 如果說你很想要參加Pycon 但是譬如說你有一些不同的貢獻啊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樣 需要幫助的地方 就是其實Pycon的大會的財務補助 都可以進行協助 對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做法 好這是有各種的平衡 非常高興Pycon有這樣子的行動 對謝謝YYC的介紹 讓我們知道Pycon 連會收費背後的理念 連志工都要收費 所以才有持續營運下去的經費 也能夠創造 就是台灣Pycon社群經營的活水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YYC 就是說要怎麼樣才能成為就是Pycon的議員 也就是說好像是要跟美國那邊申請對不對 可以這樣子講 那我想到2021年這個時候 其實有蠻多的人或者是團體 都想要有這樣子的名號 所以確實是需要一些比較 稍微嚴謹一點的程序 不過在我們剛開始辦的10年前 其實就是我們辦了 然後我們就辦了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簡單的程序 這個所謂的社群就是大家是認識的 是朋友 所以當我們在11年在準備要辦 台灣的Pycon的時候 然後我都有去跟當時的PSF 還有GeneralPycon的這個Mainlist去討論 我們在台灣辦應該要怎麼做 那基本上那時是沒有太多程序的 實際上的程序跟我們就是說了 然後我們辦了是差不多的 不過在這個整體國際社群上面 我們的溝通是做得很好的 可以說當時主要在管理 像網域名稱 像網站的這些人 我們都是事先溝通清楚 甚至包含我們使用的Logo 因為我們說是Pycon 所以雖然當時的PSF 並沒有Global的Trademark 我們還是去經過它的內部程序 請它認可我們使用 我們的台灣的Pycon的這個標誌 那它跟北美的Pycon不一樣 請他們知道這件事情 那之後我們如果有 我們後來還當然有一些更新等等的 也都是有跟這個PSF做過聯絡的 那就是可能有聽眾 也許是剛接觸Python 可能不太清楚PSF是什麼 就是不知道YC也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是PSF全名是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 Python軟體基金會 或者翻的中文應該叫Python軟體基金會 Python是個正式的名字了 因為PSF他們事實上有請台灣的代理人 來註冊台灣的商標 那中文就叫Python Py森林來管理那個Python 它在北美的話是一個 不是一個人的公司 它會負責 它會負責擁有並管理 所有Python程式語言 以及它的Standard Library的 Trademark還有Copyright 好那在這個 法律上面的實體 所以有任何需要 法律上面的協助 或者是往來的需求的話 PSF就會處理這些事情 那再回到我們 今年是10周年 那我們第一屆Python是10年前 那YC可不可以幫我們回想一下 就是那時候從零到 就是從零開始 要打造一個Python的年會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 遇到什麼困難 或者是說有想 能夠回想起什麼有趣的事情 那確實是蠻久以前的事情了 要講有沒有什麼困難 困難是因為做一個新的事情 當然是多少有一點困難 但是並沒有困難到會讓 當時的志工覺得挫折這樣的程度 我認為當時大概我們的志工團隊 就是10到20個人吧 那我們第一年 我們是11年開始籌備 12年舉辦嘛 所以到12年舉辦的時候 我記得很清楚 我們有260個人 那你去比較最早的 Euro Python和北美的Python 他們也是200人 所以其實還不少 那可以算得上是蠻成功的一次會議 那也把Python 或是Python的知名度打開來 所以越來越多人願意 來加入這個大家庭 一起來在朋友圈裡面來分享城市 分享技術或者是來求知 那這是一個很正面的過程 那我們志工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比較擔負組織的工作 要決定這個 要決定這個conference的費率啦 要決定要吃什麼啦 這很重要 好重要 雖然我們是要吃這個知識上面的糧食 但是這個食物 真正吃到肚子裡的東西還是蠻重要的 是 所以這些事情比較繁雜一點 所以真的很感謝當時有許多的志工 很多到一直到現在 都投入很多的心力在幫忙社群以及這些活動 那讓我們所有對Python有興趣的人 就是來 他可以聽到很多東西 可以跟很多人交流 我自己第一次參加PyCon的時候是覺得還蠻厲害 是說相對於其他conference 就是PyCon的志工跟會眾的那個比例 就是PyCon志工的人數比較少 不知道YYC你自己對整個志工的統籌有什麼想法嗎 這真是個好問題 當然最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會議的規模也不大 所以其實志工的組織還蠻單純的 那我是11年 應該說12年和13年 主持了兩届的志工團隊 那到13年就第二届的時候 我們大概400人 當那個時候大概也是三四十個人就可以掌握整個會議了 那當然後來 會議的規模變大了 所以志工團隊人數有更多 我記得後來都是50人到100人左右 其實相當多了 那我可能不大能夠說後面這個什麼龐大的團隊 要怎麼樣讓大家可以做得很開心 不過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然後我們能夠體會而且理解 我們都是付出自己的時間免費的 來參與這個活動 來幫忙這些 數目的事情 所以大家是要彼此的關懷 我想就是最重要的團隊合作 那一開始就是在前幾届拍抗 可能拍抗知名度還沒有打出來的時候 就是邀請志工會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譬如說就是努力推坑朋友 比較不會有什麼 就是路人這樣加進來 對 一開始的時候因為知名度比較小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貼廣告就會有人來 反過來講如果貼了廣告就有人來 你還會擔心一下 但是我倒是 並沒有感覺到有 不容易找到志工的問題 因為我從大概04、05年就開始寫Python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台灣寫Python了 也認識很多 那個時候一開始的打算是 就算沒有很多人來參加 光是我們自己認識這些熱心的人 湊一湊就一百多個人了 那志工當然不用講 其實當時湊得出來的一百多人 可以每個人都當志工的 所以其實完全沒有擔心過志工人會不夠 或者參加人會不夠這個問題 我們只擔心會不會來的人超過我們的能量 所以一開始我們第一屆 一二年的那一屆 我們的人數上限定在250個人 所以260其實超過了 因為太多的話 我們的志工人數沒有辦法顧到整個會議的品質 所以必須要控制 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在這邊就是我們的Python正在招募志工 歡迎大家點擊資訊欄 可以看到我們的志工招募表單 對我覺得現在有這樣子的志工招募的做法 實在非常好 那也是現在會已經上了軌道了 比較能夠做能夠好好地統籌 我們的這個人才的分配 所以一開始真的是做不到這種事情 但成為志工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可能會有些聽眾朋友會擔心說 我只是個Python新手 或者是我沒有參加過什麼conference 那我到底能不能幫上忙 那這邊YYC可能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Python是一個不需要學的程式語言 不管會不會來就對了 我們現在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 如果小學就開始叫Python了 表示小學生都學得會 所以我們是不用擔心的 可能我們使用Python 沒有辦法做到像Python的爸爸那麼厲害 但是Python的爸爸只有一位嘛 所以我們不用再當Python的爸爸了 我們只要能夠找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甚至是認識在用Python的人 單單是這樣子的人際關係的結合 就很值得來參加志工團隊 或者是Python本身 我現在也想分享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我們在台灣的Python社區裡面 有一位國際知名的志工叫Noah 他據我所知他應該有參加所有的Python 我算是還蠻常在東亞這邊的Python走動的 我去過Python Japan 我去過Python Hong Kong 我去過Python Kyushu 我去過差不多這些 我本來打算去Python Korea 不過去年因為COVID-19就沒辦法去 我每去這個地方 我都會看到Noah在當志工 我知道他應該也去過波蘭 應該北美的Python 還有Europe Python他都有去過 他應該還去了非常多地方 他有跟我說過 他就非常喜歡Python這樣子的社群環境 他非常希望能夠在這個環境裡面 來幫忙大家 我覺得非常了不起 這個剛好可以呼應到Python Python就是我們在15還是16年的時候 都有成為Python APEC 那這個就是比較亞太地區的Python的社群 是不是這樣 是 我們 我的印象中好像是1415年吧 是1415 應該是1415年 我們可以回去查一下網站 我想應該是1415年 對Python APEC是為亞太地區 所營辦的 筹辦的Python 它的宗旨是希望亞太地區的人 都能夠一起來參加有國際性的參與 那我們剛才就是聽到了成為志工 一點都不難這件事情 我覺得 讓我想到就是之前 YYC有提過Python的核心價值是 來把東西做出來 是 我覺得把事情做出來 把工作完成 這是一件非常讓人開心的事情 當然在這中間 我們還是需要很多的溝通 我們在拿15當例子 大家總是會有不同的意見 那多聽大家的意見 然後得到一個最完整的 這個實務解決方案 這也很重要 並不是我做了就可以 那在這方面 Python這個技術 以及這個社群 它本來就很強調這種溝通 以及開發的整體化的 像在很早期的時候 Python的文件本身 就跟它的source code 是處於同樣的version control 以及管理系統下面的 他們會把文件的問題 當作bug來處理 這是很早很早就開始的 這個跟其他程式員 是不一樣的嗎 我想現在的程式員 應該都是這樣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但是Python是非常早期 就開始這樣做 它把它的文件系統 就直接整合在 它的軟體的 二者港處裡面 那YYC剛才有講到 就是亞洲還有蠻多不同的 Python年會 就是那你還有參加過什麼 其他國家就是亞洲以外的 Python年會嗎 對我參加過北美的 我參加過日本的 然後香港的 日本好幾個啦 所以我參加過日本的好幾個Python 然後當然台灣的 那各個地方的Python 應該說各個地方的社群吧 有它自己的性格 跟它的籌備團隊也有關係 那我想我去日本算是去最多的 因為一開始要在台灣辦Python的時候 其實當時在美國以外辦的Python相當少 所以我知道新加坡大概是一 不對應該是09年開始辦Python APEC 這個很有意思 怎麼說呢 一開始是沒有Python Singapur的 是只有Python APEC 他們在新加坡的地方 他們我想說可能也是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國際城市 他腹地平不大 所以他一開始就以亞太地區為號召 就在新加坡辦Python APEC 那後來10年的時候 日本開始辦Python 那我希望在12年的時候辦台灣的Python 所以我在11年的時候 我特別去了一趟日本 去找我的 算是老網友啦 網路上面認識的朋友 那他在Python的社群裡面也是非常活躍 所以我就請教他說 在日本是怎麼處理這些事情的 那給我很多的指教啦 後來在 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把這些 系統給設定起來 然後 在12年辦Python 那12年的時候 我又去了一次Python Japan 那這一次呢 我就遇到了Python APEC 也就是新加坡的主持人 當時他就跟我 還有日本的 Telada-san 四田先生 四田先生是 當時的Python Japan的主席 那他現在也是日本的 拍廠協會的主席 那我們三個人在一起商量 因為這個 辦活動很辛苦 所以Python APEC的 Dr. Lubin Kitt 他說 可不可以 請我們其他地方的人幫忙 一起來辦Python APEC 就是APEC 會輪流在不同國家之間 輪替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這有點像是 Euro Python的做法 不過當然 雅太地區的狀況跟 歐洲不一樣 畢竟我們沒有鐵路 可以把大家連在一起 所以 不過這個主意本身是很好的 那那個時候 我去Python Japan的時候 是在 剛辦了第一年的Python Taiwan 所以我說 這個 我們覺得很好 但是我不可能明年就 接過來做Python APEC 我才辦一年而已 我們很多志工還不熟悉 所以明年不行 那我問Telada-san 你們已經辦了兩年了 那可不可以 一三年的時候 你們辦Python APEC 那是 那個時候的Python Japan 兩天 我們第一天的時候 做這個討論 我就記得很清楚 Telada-san他就 看著我們 說 Let me think for a day 那就真的回去想了一天 第二天過來 把我們找過去說 Yes 我說 It's good 所以我那時候 我就跟我們三個人 就商量好說 13年是日本來辦Python APEC 那14年我們台灣可以來辦 因為我想那時候應該社群和志工都穩定多了 如果說15年還找不到其他國家辦的話 我們1415年都可以辦 所以我們看到1415年在台灣都是Python APEC 是這樣來的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我剛才聽到一個滿有趣的是 你有提到說 Japan那邊它是兩天 但是我們Python 台灣平常常是辦三天 那這個天數上面就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嗎 通常我想 Conference活動的時間 應該都是有當年度的籌備團隊決定的 因為它至少影響到當年度的刑事力 那2013年的Python Japan是兩天 後來他們也有辦三天的 但有時候他們又辦兩天 那跟不只是跟行事力 跟場地也有關係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倒沒有特別的規律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辦三天嗎 還是一開始也是兩天 後來才發展成三天 我記得一二一三年 就是第一年還是第二年 我們應該都是兩天 但是到了APAC的時候 我們就也有很多國際友人的幫助 所以program可以拉的比較長 也必須要拉比較長 因為program變多了 應該是從14年的時候開始變成三天的 原來如此 那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就是 通常在Python前還會有個Spring 那YYC要不要介紹一下這個Spring 謝謝四貓 這個實在是太棒的問題了 因為其實Spring才是Python的主題 我想Python最早舉辦的原因 就是開發Python的人聚在一起 所以其實他們是去寫程式的 如果大家有在在所謂的remote team 裡面工作的經驗就會知道 你跟你的同事是不會見面的 尤其是2000年那個時候 那個網路是人機可沒有像現在這麼好 現在每台電腦這樣都有一個或兩個 那時候的網路沒有那麼快 甚至audio也不夠好 所以遠端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那open source又必須是遠端工作的 因為本來就不是有哪一個公司 付錢請大家來寫這個東西 不會有辦公室做這個事情 大家就是在conference的時候碰頭 開始畫白板 然後在支币上面做討論 然後再做一年的開發 然後第二年再去 所以Spring其實就是這種聚在一起寫程式的格式 他跟現在做agile development的Spring是不一樣的 Pycon或是Python社群裡面的Spring 其實就是聚在一起趕快寫程式 有一點像黑客松的感覺 很多人會這樣想 實際上不大一樣 那你可以再多講一點 你覺得不太一樣的點是什麼呢 Python或Pycon的Spring 通常都是有一個project 有一個長期的project 但是Hackathon常常沒有 當然並不是說Hackathon不會有一個長期維護的project 可是Hackathon常常是有一個題目 然後很快的把這個題目做出來 之後可能會或可能不會繼續下去 那Spring的話通常是 比如說四貓有一個特別的專案 他自己已經做了兩年了 已經很清楚這裡面的東西了 想要更多人來幫忙 那就會有一個四貓的Spring 然後專門做四貓的project 然後常常固定的辦 原來如此 謝謝YYC的分享 那你在你有提到不同的Python 可能會因為團隊就是會有不同的文化 那你自己走訪了這麼多的Python 你有覺得哪些Python 就是有什麼樣的比較不同的個性嗎 呃 事實上真的是每一年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我想我印象最深刻的 第一個是我們Python台灣的夜市 我們有一年辦夜市 在Conference裡面 我覺得很好 這個如果是有國外的開發者來 應該會覺得很有趣吧 呃對呀 大家都覺得很有趣 呃 畢竟我們台灣人就是愛夜市 那把我們愛的東西 放在我們喜歡的活動裡面 實在太對了 那後來我也遇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是也是某是某一年的Python Japan 我遇到了Cosplay 欸 有一個贊助商 他們有一個吉祥物 那他們贊助好幾年 可能現在還在贊助 那他們贊助的時候 那一年或兩年 他們會把那個吉祥物 那個Moscow 放到會場裡面 然後一直走來走去 還會跟跟會眾猜拳 這感覺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之前好像聽說有的Python 就是會有一些旅遊的活動 什麼大家一起去跑馬拉松 對這種也是有 不過相對來講 這樣的活動反而比較常見 因為呃本來就呃本來學術上面的研討會 或者是產業研討會 通常都會在最後結束的時候 有這樣子的tourism的活動 嗯 這是蠻蠻固定的這個做法 那當然工作忙或是教學忙的人 他最後都就回家了 他也不會留在那邊呃參加活動 但是有空的人他們就會留下來 這也是Networking的一部分 說到Networking 我想問一下就是 那像PyNight這個活動 是台灣的PyCon獨有的嗎 還是說全世界的PyCon都有PyNight這個活動呢 啊PyNight這個活動算是台灣獨有的 至少只有我們 我們比較會要叫做這個名字 好 但呃這種晚宴形式的活動到大臣很常見 啊 事實上稍微有規模的conference 他們都會有一個reception dinner 或是luncheon 啊這就是讓大家吃飯聊天還有建立關係用的 這種活動在呃會議裡面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畢竟呃如果是專業或者是學術會議的話 其實大家通常彼此不認識的啦 那呃同樣做一個題目 或者同樣在一個產業 解同一類問題的人 需要有一些潤滑的活動 讓大家彼此認識 這樣在實際上的學術研討的時候 比較能夠有默契 那討論起來會比較有效果 那在技術像pycon這樣的社群技術研討會裡面 其實這種活動也是必要的 那我這邊想要再好奇問一下就是 剛才YYC有提到你有在做一個side work相關的社群 那YYC你可以再多講一下就是side work大概會做些什麼 還有你們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我的本質是一個計算科學家 或者是數值工程師 或是拿電腦寫程師來解決數學科學或者是工程上面的問題 那我現在也是在做半導體上面的一些光照上面處理的一些軟體 那我們一直在找能夠很熟悉數學化學物理等等的人 那同時要很會寫程式 這種人很難找 所以我覺得比較有效的方法應該是我們把我們想要做的問題 當然就是不包含公司的一些IP或者是機密的一些可以在課本上面就找到的問題 我們把它識別出來 然後甚至我們可以幫一些研究團隊或是實驗室來寫一些程式 我們盡量把這些程式寫得很好 讓大家對這些問題有興趣的人可以練習 然後學習一些把程式寫好的技術 這樣慢慢的這些研究的部分就可能會做得很好 那實際從事這些程式設計的人 他也許是做研究也許不是做研究 但是他會累積這些能夠寫計算軟體的技術 那需要這些計算軟體的這些產業或是單位就會有更多的人才可以使用 那這方面的人才是一直非常非常缺乏的 因為整個技術能力還有技能的養成通常是以實驗為單位 以我自己來講 我大概是從98、99年開始學所謂的流體力學和計算流體力學 後來我也實際進入這個流體力學方面的應用領域 那也做很多黑手的工作 後來一直到我去念PhD 拿到學位以後 我這整個過程大概就是十幾年 我才算是比較知道怎麼樣操作電腦 然後了解計算機 然後有效的把這種大量計算的程式能夠做出來 那後面當然我轉行 我來做半導體或是計算集合了 那就繼續累積 又累積了十年 我現在在半導體這邊已經做了將近十年了 那我現在能夠比較知道 它從計算以及計算機 還有我們最後要用到的數值以及半導體物理怎麼樣相關起來 那剛開始入行一兩年是都不知道的 真的一兩年之內我都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雖然前輩可以告訴我要做這個要做那個要做那個我都可以交差 可是我不知道我做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我還蠻好奇的 就是說就是每年都有非常大量的就是 電腦的相關的背景出身的學生或者是說 也有很多轉職的工程師 那你覺得就是這個人才還是十分的缺乏 就是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做數值計算或者是做科學計算 本質上它是跨領域的工作 就是說這個人他同時要非常熟悉 譬如說以我過去做流利的狀況來講 非常熟悉片尾分方程還有積分方程 那也要非常熟悉相量分析以及計算幾何 同時他要非常清楚數學還有計算機 因為我們計算量非常大 所以通常我們要寫的都是大量平行程式 這個大量是幾千台電腦一起跑的這種大量 所以對於計算機平行計算 然後一直到我最後的物理和數學我都要非常熟 那光是學其中一個就可以耗掉一個PhD的時間了 那真的是非常大的計算量 雖然有點離題然後我好奇問一下 你覺得未來量子電腦就是有辦法解 就是讓這些問題變得很容易解嗎 量子電腦我第一我要先說我不懂 但是量子電腦它的計算方式 跟現在的布林計算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肯定能夠解一些現在很難解的問題 可是現在解的很好的問題 大家大概是沒辦法解 了解我也只是好奇問一下 我也是大概這樣 這個我是真的不懂的 那現在你們side work 就是有持續的在辦meetup 我們side work其實通常不辦meetup 我們辦的都是sprint 但是我們會找project 然後說有興趣的人就來 一起來寫程式 那如果想要加入side work 一起跟你們一起寫程式的話 就是他們可以從哪裡獲得資訊呢 我們有個網站叫side work.dev 所以到網站上面就有我們的聯絡資訊 那我們也有discord 那我們有twitter 都可以來跟我們聊一聊 那因為所謂的科學計算其實通常是一種國際化的社群 所以我們其實很少用中文 大概都是英文在溝通的 好那還可以加入寫程式順便練英文 真是太棒了 沒錯 那YYC要不要順便分享一下你們現在可能或之前你們有做過哪些 就是正在進行的project 對我們之前有做 有一個Tensor Network的project 那個是叫做MicroTensor 它是專門做在MCU上面的一個Inference Engine 非常有意思 那這個我們還在跟這開發團隊繼續在溝通說 什麼時候我們要再辦接下來的Sprint 那我們也辦過我自己做的一些Path Project 做這個一樣是流地地學的計算 以及這個Conservation Law的計算 那我們也繼續在這個號召不同的Project 那原則上我希望是我們在台灣就有Developer的Project 這樣我們才能夠在台灣記載機械程式 我想區域性還是蠻重要的 畢竟大家要能夠除了做技術之外 我們還要有這種Networking關係 讓我們身上的提升 這個是包含在我們的目標之內 聽起來真是太棒了 如果對科學計算有興趣的朋友 趕快搜尋Sidework.dev 非常好玩喔 那就非常感謝YYC 今天跟我們分享好多PiCon背景 那每一個PiCon背後都是好多社群朋友 熱情貢獻的成果 那也讓我們更期待就是今年8月台灣的PiCon 那今天PiCast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下集見 我們跟聽眾朋友一起說掰掰 掰掰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